今年同的高中角力队不负重望在全国中的学校运动会中 靠着努力不懈的精神 总共荣获二金二童一第五名及女子团体组第四名 成军短短几年时间就能交出这么亮眼的成绩 都是来自于平时扎实严格的训练 针对个人家长都有 其实每个孩子身上的技术还有他们的素质都不一样 现在角力目前在全国各地竞争都非常的激烈 因为慢慢的可以看到每位选手的素质越来越好 然后技术也越来越好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相对的在硬体设备还有孩子的照顾部分 也不遗余力 希望未来还有栽培更多的选手来同德高中就读 那我们这些孩子呢 也都很顺利的推增到他们理想当中理想的一些学校 同德高中角力队近年来低造不错的佳基 也吸引不少邻近国中角力队远来就读 田家会从国中开始练习柔道及角力 今年虽然为毕业生 但仍不放弃练习及出赛机会 融获角力自由式第十级冠军 在赛前就坐勇三连霸 如愿以偿的在今年蝉联四连霸 完成自己的梦想 因为自己有信心然后能够坚持下去 因为四连霸也不好拿 可是就是教练不断的鼓励 让我能够从低潮从负面情绪能够走到正面 在第三场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有输过他 输在自己后面的体力 今年我就决定抢攻 抢攻就主动攻击 一直压迫他 不然他在想办法在上半场去解决掉 不然自己在下半场的时候体力会输掉 校长佟建文特别给教练及选手颁发加菜金 县远唐小芬肯定校方用心 也期许学生们能够培养坚强的毅力与实力 继续为学校争光 尤其我们角力队成军 才短短的时间之内 那有如此辉煌的成绩 也要跪攻于我们教练平常对这些同学的一个教长 那这一次我们校长也非常鼓励这些同学 也颁发的加菜金 给我们的角力队 那也希望说未来的角力队 能在我们教练的一个培训之下 那不仅来威下争光 也为我们南投县争取更多更高的一个光荣 藉由参加比赛 不只验收平日练习成果 在与其他学校的竞赛中观摩交流 增加经验累积实力 参与队员们都深感获益良多 记者洪一伦巧屯采访报道